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重庆大厦 这个出现在王家卫电影里的大楼 阴暗 潮湿 而大多数人想到重庆大厦可能也是负面关键词 比如强奸 谋杀 复杂混乱 不安全 而这一次我们却想亲眼看到一个真实的重庆大厦 重庆大厦好像一个小的联合国 其实已经容纳了大概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地区的人 好厉害吧 还得好飞雷 重庆大厦够有17层 一二三层是商场 第四层以上呢主要就是宾馆 这里每年接待来自约130个不同国家的住客 每天大概有一万多人出入 有人说重庆大厦可能是最能体现香港多元文化特色的地方 因为之前有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重庆大厦的负面报道 所以刚进来的时候还是有点心心 但是我们走一身发现这里的人其实非常友好 这里几乎什么都有 尤其是有城镇低调的印度台 很多人还专门来觅食 这应该是印度的手抓饭 你看他们人很好一看就我们在拍摄 然后就会自动避染 现在呢重庆大厦也成了很多背包客会选择来住户的地方 有点好奇重庆大厦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吸引在这里的这个 请问你一个问题 你从哪里来的地方 在印度尼西亚 我们之前在巴黎 非常美丽 你怎么知道这个酒店 这酒店是非常有名的地方 这酒店是很像的 你喜欢这酒店 这酒店不是那么好 真的吗 有些酒店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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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酒店是好 一夜酒店是好吗 我认为一夜酒店是好 200 150k 如果下次你会来到香港 你会来这里吗 不 不 不 谢谢 我会推荐大家来重庆大厦逛一逛吃一吃 然后感受一下这种多元的文化 不过呢 我个人不是特别建议大家来这边注视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尤其是女孩子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在慎重考虑一下 离开了重庆大厦 我们直奔尖沙子的地标性景点 这个不是香港文化中心吗 猜猜我在哪 我现在呢可是在意思上非常红的网红拍照地哦 不要小瞧这些奇怪的三角形建筑 在高手的镜头里则是很牛逼的呢 而我们有没有高手的团队里 当然是没有的 再见 哇 钟楼 看见尖沙子的地标 我们现在就中楼啦 嘿嘿嘿 叶树林 中环摩天轮 网红雪糕车 人类 刚才呢我们在一楼逛了很久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二楼更漂亮 视野更开阔 哇 海人快要落山的时候 来欣赏维多利亚港的景色简直太棒了 维多利亚港呢是亚洲第一大世界第三大海港 多少港区在这里上演悲欢驴河呀 只是漫步在这里吹是海风 听听街头艺人深情演唱的粤语歌 一瞬间感觉好奇威逼啊 天哪 才傍晚这边就这么漂亮了 要是晚上那个幻彩涌湘湘江 整个灯光秀开始了这样望去 哇 该有多美啊 为了不错过两岸的灯光秀 我们决定坐船游维港 这船有点酷吧 但是香港竟然又下雨了 还是漂泊